欢迎收看力气LCK下集赛的比赛 我是舒一 我是浩凯 我是志焕 您可以通过英雄联盟官方赛事中心 或者是外部独家的直播平台合作 斗鱼直播观看我们全程的赛事直播 这个每一次比赛开始之前 还是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英雄联盟的这个赛事官网 也是全新上线 职业选手的天赋符文 独家放出有趣有料的 这个赛后的一个复盘数据 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八卦 都可以通过lpl.qq.com 也是要感谢捞月狗 给我们这些这个解说 提供的一些数据的支持 最关键的又是 全球的这个电竞赛事 以信息已经公布了 2017的世界总决赛 将在我们中国进行啊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东道主效应了 那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入围赛阶段呢 和小鼠在将在9月23日至10月15日 武汉体育馆中心拉开帷幕 那四分之一决赛将在10月19日 10月22日广州体育馆进行 半决赛将在10月28日至10月29日 在上海当地的这个 东方体育中心举行最后的总决赛 那在11月4日 北京鸟巢拉开帷幕啊 这个也就是我们电竞走向这个 真正的体育行业的这第一步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已经是在鸟巢嘛 鸟巢啊 为国争光也是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那前面那场EVER和Africa的比赛结束之后 Africa也是让一军而成功的 也有些小凶险的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马上带来的就是今天比较有看点的这场对决了 三星对阵SKT 那其实也是要聊一下的 毕竟下季赛刚刚进入到这个出赛的期间 这个两边的队员有没有变动呢 其实看了一下 三星是保留了上个赛季的一个阵容 三星这边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动 一个人都没有加入 而是SKT他们是之前的那个替补上单 Profit是去到了欧洲 去留学 对 然后他们是引进了之前在CA阶战队的一个上单 然后Antara 对 Antara的一个rank分也是特别高 就是刚刚听志冠说 他在前50是有4个号 前10有2个号之前 关于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 什么都好 我觉得SKT最近的风格 因为Pina关系受到一定的影响 Pina跟Hunny连续两个高分rank选手 到了SKT之后 都成功的融入到了SKT的整个的 这个战队的体系里面 所以说现在SKT 我觉得不管是从上到下 都一致的认为 只要你有rank分高的 这样的一个基础 我就有办法让你到我的队伍里面 来融入我的队伍里面 那Profit 其实他rank分其实并不是特别高 当然他几次偶尔的表现特别好 但是你没有觉得 他跟Hunny有什么很明智的一个区别 就Profit 他的一个打法 更加的偏向于一个 男领型上单的一个打法 对 还是偏团队的一些 但是你看现在的版本 从MSI看到现在这两天的 这个LCK的比赛 你会发现其实 特别是现在这个版本 剑机包括这些类似的 这种carry型的上单 这么流行的 包括瑞文都可以用了 那现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的rank分够高 如果你不是来的 如果你够carry的话 那其实你是有机会 在中后期 依靠自己个人能力 在上路打开一个主动拳的 就好像刚才的Marin一样 是的 这也是我们刚开始 就第一场比赛开始之前 聊到的一个点 就是rank分对于职业选手来说 并不是无用的 能提高你自己的一个 证明你自己的一个 对线的个人实力 包括像刚刚的Marin 能靠自己的实力 但杀到对面 也是自己团队最后 获胜的一个基础所在了 刚刚有聊到 目前为止的一个 SKT的一个人员变动 其实我有看到 目前给我们的解说资料当中 Antara是在一个首发位置的 但是其实也不以为然 就是不知道等会出现的还是 因为前我记得 春季赛的时候 好像飞看他们也是 被爆到TIP名单的 但是其实就上场 还是上飞看 所以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赛季出爆的主力名单 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没有什么用处 那主要是看你这个位置的 一个队员是不是够火爆 Blank之间在Bengi上的时候 其实有一段时间 就经常上场的 但是由于Pinut现在状态 实在是太火爆了 他只能常做冷板凳 真的没什么其他的办法 Pinut再一天 Blank想要上场的 可能就太难了 但是我们很正能量 就是你就是努力训练 什么时候争取超过Pinut 是的 那马上要带来的 就是这边三星和SKT的 第一场对决了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大家是懂了 我们看一下 马上上来的是 这边的首发名单 刚刚的照片 还是所有的 我按掌门 安掌门 对上的是安掌门 Kubi Ambition 黄冠哥 下面也是Ruler跟KoJJ KoJJ 常规的一套主力阵容 这一套三星的主力阵容 没有上这个HALU HALU 现在的版本 对他来说 并不是特别友好 之前他的 所有的赖以成名的英雄 现在都遭到了一个削弱 蓝枪 狮子狗 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削弱 同样的受到影响 包括还有 FMAK战斗的Sofen 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因为他们两个的类型是非常像的 都是那种打法 非常凶悍的打野 凶残的一个打野 是的 其实之前在春季赛 常规赛当中 SKT和三星是有遭遇过的 就两月份的那场比赛 是三星败给了SKT 是背2比0的 但是到三月份那场比赛当中 他们就复仇大忌 对 复仇成功 直接是2比0的SKT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SKT来说 也是一个复仇的机会 嗯 所以这现场的欢呼呼声 我想看到的是SKT的一个首发名单 哎 啊 还是忽尼小发生 FAKER 抱着一个 我只能说忽尼这个 太奥了吧 这个眼神 很嚣张 邪魅狂军 霸道总裁的味道 上单霸主啊 对不对 但是他确实有资本做这个眼神 嗯 换一个人可能就没有这个资本 忽尼还是有这个资本的 就感觉忽尼这个眼神 跟当年PD那个那个 那个定妆照一样 对吧 就是那种特别傲气那种感觉 而且忽尼的发型就是与众不同 基本上 现在没 我还忘记了 还有哪个执行手 跟他同样的一个发型 好像这个发型的话 没有其他人用了 就是满服 感觉他这个眉毛是不是画了的 感觉他什么啊 他这个眉毛感觉是画过的 就是以前啊 就是以前就 呃呃 几十年前以前那种 挨挨挨不啊 那那种那种类似的 好像是的 好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春季赛的回顾啊 刚刚也有说过 两边都是把2比0对面 对2比0解决过对方的 嗯 排名的话 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了 一个赛季看下来 但是我觉得对于三星来说 他们没有换人 SKD是有心心血润的一个更换的 对于SKD来说 在这方面还是占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不过SKD这边的话 上的还是 上的还是这几个 对 最虎的就5个人嘛 嗯嗯 看一下六毛星的一个分图 也是比较明显的 呃 SKD这边是完全包裹 巨舞三星的 也是关键是 之前成绩打得都比较好嘛 对 所以KDA会比较高一些 特别是BAN这边的一个KDA 确实是 溢出 他们队伍最稳定的一个KDA 两边是进行了一个中单的一个数据面板的分析 黄冠哥其实也是算在LCK当中 发挥非常优秀的一个中单了 我觉得在整体的状态上 去年 到今年的这个春季赛的黄冠 可以说是达到了自己的一个巅峰啊 对 包括他们队伍的成绩也是打得比较好 然后他在中单位上的表现 随着哈鲁的上场 就真的在打野位上补强了之后 他在中单位上得到了更大的一个保障之后 真的把他的能量给释放了出来 以前都在积蓄 解放了天性 但今天上的是安掌门 安掌门的打法的话 相较于哈鲁可能更加的一个偏稳 偏稳健一些 他可能更加的注重一些 往后期的一个团战方向的一个发展 而且我们也不能忽略的是 就是目前SKD是处于从MSI刚刚回来啊 状态也是不像别的队伍当中 没有保就没有这种大赛的保持 我太恐怖了吧 一个百分百胜率的盲僧 我为盲僧代言 旁边给这个小花生加一排子 这真的是神僧 这个神僧 扫地僧 扫地僧 但不得不说 王森在7点10不友好 他的大招的CD被加长了之后很难受 但是他的一个英雄机制并没有 有任何的改变 但只是说前期这个大招捏在手里的 这个施放会更加影响大局观 就实际一定要把握好 对 本来以为他在MSI上的KDA已经够高了 结果一看FCKS春季赛的这个常规赛的KDA还要更高 14.2 这个KDA太恐怖了 所以说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版本 他削盲僧削的不是一波的伤害 而是削了大招的CD 大招的CD的削弱 我觉得对PINA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削弱 就这个大招的削弱 其实细化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改动呢 类似于就是以前的盲僧的大招在A级的时候 他的CD其实是比其他的 比如说有任何的中单有大招的话 他是比那些中单的大招CD要短的 那么你现在把这个大招的CD改藏了以后 那你的大招的CD其实跟 比如说你要去干渴的那个人的中单 或者是打野位 包括上单位这种大招CD差不多 你就不能用这个大招的CD来做文章了 最开始的第一波你去换大招 第二波你大招CD刚好你去干渴 他没有大招 对 但是现在的话 对面也好了 对啊 就在这一点上 可能对于盲僧来说是影响最大的 对于小花生来说影响最大的 但其实很多的一个情况是不需要放大 就是在野区的一些对碰上面 其实盲僧只是去用一些小技能去 打一些优势 对吧 这种情况其实对他的一个影响是没有什么影响 说实话除了这个盲僧的大招被削了之后 其实艾伯和盲僧他们的移速 基础移速也是被削过的 其实也是对他们小规模的进行一个砍 我觉得拳头在这个时间点7点时去削了 三个打野位置是最伤的一个点 对 然后说一点就是之前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之前有韩梅在采访这个 矿的时候就是我们都是三星的一个核心的时候 他说以我们现在的状态 就是我们当然是目标是进世界赛 然后去年世界赛打得很好 但是现在的一个状态如果想要在 这种状态想要夺冠的话 在夏季赛夺冠的话几率是0% 也就是说其实他觉得自己 比队伍的现在的状况并没有比去年要好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判断 所以黄冠哥就是不是那种 很自信说大话的那种 很客观地说出了现在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韩国选手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客观的 因为如果不客观可能就被打脸 好的 那随着这个音乐的变更啊 马上进入到的是今天三星和SKT的第一场对决 蓝色包三星 红色的SKT上场就搬掉了 三星对 你这边百分之百 胜利的盲松的话 很可怕 会放给你的 是的 反而是SKT也是直接搬扎克 不想有任何的一个变数 因为毕竟说扎克来说 也是还没有在赛场登过场 而且SKT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练这个英雄的体系 但是去年赛上面 他们肯定是有遇到过队伍 就是用这个英雄 可能有一些比较奇特的一些效果 是吧 对 老爸相信这边搬了一手老鼠 老鼠 这个都是GMSI的这种 对 这是风潮的 这几个英雄 这三个英雄 基本上是所有队伍在打SKT的时候 在MSI上必半 这三个英雄没办法办 就一个伴你节奏 一个伴你的一个单弹 然后一个伴你的一个后期的一个稳定carry 主要是老鼠这个英雄给伴拿到以后 他在两截套之后 跟Wolf的这个天翼无缝的配合 让他的老鼠跟别人的老鼠不一样 别人的下落组合 没有他们两个配合了这么久的时间 这么完美 这种默契是没有的 是的 而且关键是MSI结束之后 当然我们觉得就是SKT本来就对线力很强的一个战队 无懈可击 但是他们竟然现在延续那种分配战术 大杀四方 这是最强的一个点 就是战术又多变 更难让对方去针对 就这个队伍现在是既能够跟你正面硬钢团 也能够去用四腰 利用狐狸这个点去打一个分队 是的 SKT还是拿的之前的英雄 并没有做太大的改变 露露加女警 就露露虽然说一技能有一定的虚弱 但是他对于皮肠的一个 在线上的一个保护能力还是存在的 已经推现了 对啊 没有信奉锤石这样的英雄 那问题来了 就是SKT如果还是拿多盾流 或者宝牌流的话 那三星要不要去考虑一下 现在版本看起来比较强势的强开流 就是我们所谓的 就是两种强开流 维鲁斯加锤石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选择 谁是选择A 维鲁斯加捷拉 也是对线很凶残的 而且露露 这三首英雄选下来的话 他们的一个控制 已经是非常充足了 包括在控制链上的衔接上面 是比较好接的 对 剩下的一个上单位跟中单位的话 其实就可以保证线上了 就为了保证线上的一些对线 来去考虑了 而且现在看起来的话 去把上单位留到第二轮选 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今天感觉四场比赛 都有奥拉夫的一个上场 奥拉夫没有削肉过嘛 这个英雄没有削肉过 而且现在加了两件防装 这个两件防装的多样性的选择 其实会给这种 本身就是肉盾型的英雄 提供相当于变相的一个价钱 而且小号双的一个奥拉夫 在MS赛上的表现 也是非常恐怖的 这个奥拉夫是小号双 在这种秀出来的一个英雄池 芒子被绊掉了 其他的英雄都被削了 男枪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选了 已经选择了一个女警了 那就没有必要去打这种双核心了 女警这个英雄跟其他的英雄不一样 就比如说你选择一个维鲁斯的话 你倒是可以去打双核心 补足一个后期维鲁斯的能力不足的一个缺点 但女警这个英雄后期是可以carry的 选奥拉夫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面对这种 对面这种三个控制的一个下路和打野组合的时候 奥拉夫其实我一个人就可以完全的去吸你所有的技能 是的 搬了两手皇冠哥的一个英雄 杨格拉和维克托 妖姬搬掉了 妖姬搬掉了 妖姬剑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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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也搬掉了 颜雀 克力 锁了 我把间击斑来选个克力 那其实三星从前四手来看 这个阵容是非常凶残的 很凶 那基本上现在选择了一个五个位置 都可以找机会的一个阵容 而且在前中期的一个打架能力 是非常强的这个组合 蛮子阵容 反观SKD这里就有点像四保一的节奏了 两边阵容选择出来的一个风格差异 是非常非常大的 SKD这边还是想用他们之前 就是胜率比较高的一个多盾体系 他们这个阵容又是有一个三盾 就露露加上发条加上剩的一个大招 这样对于皮尘的一个保护是非常充分的 但是三星这个阵容在于他们在前中期 就是你在你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装备 还没成型的时候 它的一个节奏带动能力是特别强的 对的这就是又是一个新版本 跟旧版本的一个对拼了 我觉得对于SKD这种对我来说 他要求的是什么 他要求的是下季赛全胜 很稳的 他要求的是不败 所以在前面没有熟悉到新版本的情况下 去采取一些之前用的比较熟悉的东西 是可以理解的 对但是其实面对三星的话 这样的阵容选出来 选出来之后三星要对的是 比方是SKD 所以你即便是阵容选择了再凶残 面对SKD这种超强的运营能力 包括对线的一个实打实的个人能力的情况下 想要打开局面还是有难度的 看一下各线的一个对位情况 各线的一个对位情况 其实在前期来说 蓝色方 不管是在哪阵线都是有优势的 这我必须实话实说 这塔利亚推线其实前期的时候 在没有出到半件到一件装备的时候 奥利亚纳也是推不过塔利亚的 推不过塔利亚 上路这个圣跟克裂我们就不用说了 圣基本上是打不死克裂 而且下路看到就是维鲁斯加上杰拉 推线能力也是非常强 下路推线的话SKD这边倒是不吃亏 不过对面是拥有主动权的 就是对面想给你打架的时候 他有两手开团进来 好的 那我们也话不多说 马上要带来的是三星跟SKD的 第一场对决 一起来拭目以待 好的 随着非常酷炫的一段冰下结束之后 即将带来的是2017LCK夏季赛 今天第二场DO3的对决 三星对决SKD 这边SKD好像是有想法私人的一个小抱团 发条是落了一个眼位之后 这边是看到了SKD一波入侵 这波SKD可以反掉这个眼 那动作被看到之后 SKD选择直接 哭你没有出装呗 哭没有出装呗 对我刚刚想说他是有套路还是 就是回家再买 就还好这边说也是拆掉了一个眼 但是好像也不能多买出什么 感觉护律没有进状态 这一波是正打起来 护律发现自己死了 然后没有出装备就背锅了 很尴尬 这个话 WARF话来挺像的 MSI的MVP 下路还没有出兵 就开始对拼 互相消耗这个血线了 也不让杰拉去 你这边再想回家的话 可能要被打断这个位置 不敢过去吗 这个也是完全心脏够大 就是你走到我面前我也要回 是的不知道 当然女警这个英雄带多蓝剑的还是较多的 没什么问题 但多蓝顿现在的这个收益还是真的挺大的 现在的这个石像轨石像石板甲的话 非常适合克裂 克裂可以在自己被打下马了以后 直接开一个石像轨石板甲 然后凭借着这个血线去上马 就百分百可以找一个机会上马 对 因为小就是变小以后 他的输出其实就没那么关键了 重要的是他是否能够上马 那石像轨石板甲的话 可以让他直接可以上马 基本上 就虽然他那个血量不多 但是还是很难打死 那露露的话在7点10也是被削了一下 他的这个护盾值和自身的一个生命值 再小削一下吧 但是他的机制还是放在那里 这边Pirato是一个单人卡业 小贴士 不是这 5月13号完婚 完婚之前的事情已经挺早了 对吧 就当时是订婚嘛 当时我们记得我们是在一次比赛上面 是有提到过 他是刚刚跟他的一个女友订婚 然后也是 现在已经是完婚了 很贴心 这里发出了新婚快乐 恭喜案长们 最近电竞圈结婚的一些老人还是挺多的 安德们结婚了 然后还有原来 就是一滴机的那个 原来的Rocksacker的总教练也是结婚了 好 都是结婚了 最近应该说老的韩国人结婚挺多的 电竞圈 就是国内电竞圈结婚的也挺多的 最近 看一下上路克雷依旧是凭借着自己的一个 英雄机制吧 就推现占这个主动拳 下路的话就互相的进行一个消耗 女警带本来就是试水也不是很虚 而且自己多蓝剑想多去多点两下 也是正常的进行一个消耗 这边安长们的一个刷野速度是比对方要快的 这一波探着果实过去之后没有发现任何的野怪 这个刷野路线跟上一盘的蜘蛛女皇是如出一辙的 都是刷野后司机去下路把河道军姐给控 这边是放了两个眼位之后 选择从对面的野区先回家 没有选择去动下路 对面的一个双人组的一个兵线还是比较安全的 回家了 做了一本小书 PR的一个位置已经是被眼位给洞察到了 这一波他想去下的一个路线 河道蟹也是把它封锁住 那这一波是完全被对面两个视野给看到的 这一波小乘也是要回家 感觉他按照门出这个小书有意图啊 肯定是想搞一波式的 怼一波伤害然后直接往下路再赶 华晨回去直接做了一个CD写很凶残 这就是年代人以后无限丢斧头了 嗯 扣姐姐一直在草里面想找机会 一个捆没有捆到 他应该就是想找机会再耗一波这个沃浮的血线 嗯 露露本身因为带皮克斯点这个 种子还点的挺快的 嗯 这局 珠珠女皇前期还是 没找到机会 这样的话要刷自己的第二波也怪了 就按照门的话他找机会还是比较 他会找那种比较偏稳的机会 就不像哈汝他会去强行去利用自己的一个入侵去找野区的机会 哪怕是骗个召唤师技能也是好的那一种 但是比较稳的这种机会其实比较适合现在的版本 嗯 还有一点也是因为他们选择的一些对线英雄 像上路这样的克裂压线压的这么深 中路的话推线又有主动权 下路的话 对面SKD也是不给机会 走位非常的谨慎 这样让Ambition也是头一疼 那实际上对刷的话反而是SKD这边更想看到的一个局面 对 反正刷了6G以后我就不怕你的 对我这边有深的一个保护 而且我也去EVE还不怕你 贝可还是很猛的 对面是蜘蛛女皇打野他也是不带进化的 而且说实话对面控制还蛮多的 是真的挺多的 就只是没有像爱希的这种远程开场的一个方式 贝可邪魅的一笑说我的走位可以躲任何技能 或者是干脆是我带进化也没用了 索性不带了 我开个鬼步 然后风暴起手狂用双加速 我利用走位来躲任其能 对 就发条带风暴起手其实真的挺少见的 很少发条会带风暴起手 因为发条大招拉过来带这个炉灯回生 可以很瞬间打出一波AOE的这个雷霆嘛 对 所以很多的发条基本上都是会选择雷霆 因为这个雷霆可以打AOE 但是这一局可能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团战中的生存 因为保的就是半嘛 只要自己不死的话 半就多一层保护 困境随便对线虽然说不好受 但是补刀是没有拉开差距的 所以对于SKT来说现在稳得住的话 之后三星如果不能在前期打开局面 他们就非常好受了 就三星现在最强势的一波还没到 他们最强势的一波是双刃组到达六级 然后配合炎雀和蜘蛛的一起的一波联动的一个进攻 这才是他们最强势的一波 开始蹲Faker了这一波 但是其实蜘蛛女皇并没有来干渴 反而去了下路 下半区再走 中路这边的话奥拉夫是直接开急跑 但是Corn也是同一时间开了急跑 那这边的话是想去对敦方的篮友想法 这边Corn是在野区在寻求机会 但这边一个真人守卫插出来 先把你的一个视野给反掉 但是这个蓝buff去拿的一个路线上 已经是被三星给卡住 这边直接是关门 Faker这个位置很危险 一个大招拉回去一个蜘蛛 剩的一个大招什么时候给 这边剩没有选的去支援Faker 还好这边Faker是利用自己灵活的一个走位走掉了 连闪现都没有掉 事实证明就是如此 同一时间双人路这边也是直接打了起来 这边伤害是差一点点 没死没死没死 这边是身上嗑着药的 露露也是富贵险中球 一丝血没有被换掉 杰拉的伤害还是非常高的 在对线情况下 两边都拼得很残 但这波半就是要吃这波线 而且这波线是把三星的一个双人组给赶走了 不让你吃 知道你的一个蜘蛛在上半区 现在的话上路这边的一个兵线还没有推进去 感觉蜘蛛想配合克列去搞一波狐狸 可以搞啊 狐狸因为第一波回家之后没有出任何的防装 它是出了一个提阿玛特和一个小步甲 面对蜘蛛和克列的一个月塔的话 还是比较危险的 但是这边 暗掌门还是求了一波稳 没有稳啊 我假如库比直接开大招上的话 我觉得可以秒的 确实是你就如果说你让 因为这两个人在扛塔的时候 都是有这个抵消仇恨的技能的 就至少他们不会出事 对吧 这边的话一套技能是把护力给打成残血 还不上吗 蜘蛛还不来 感觉暗掌门是回去帮自己的一个中单要拿蓝 因为对面的一个中野已经靠过来了 这波的话 露露闪现过去要流 但是皮克斯没有挂上去 这波很可惜 闪现一个Q也没Q到 这个是黄哥反应很快 他这波闪现如果挂到皮克斯 黄哥就算交了闪 他皮克斯后续减速 应该是能够让奥拉夫和发条跟上的 那他当时选择一个Q闪 他Q闪的话就没有机会了 他Q到了以后 他Q已经用了 在一上去的话也没有减速技能 那这样强行辅助跟对面的中单进行了一个闪现互换 感觉Q闪在没有了闪现之后的话 应该也不太敢随便的离开中路了 那三星这边想去打 打出就是我一开始说的 他们的一个双人组配合中野的一个联动的话 可能时间要往后拖了 感觉要绕下路打了 现在维鲁兹已经有先手技能 扣机这也是升到六级 塔利亚只要去下 随时都有机会 这边沿途位置还是没有打到 我这边飞串是就用走位夺灵技能 你一个都打不到我 莫名其妙的 就自信 王的自信 上路 其实这段时间没有装备的时候挺有压力的 感觉刚才三星错失了一个 真的找到突破口的一个机会 对 那一波 库尼直接开大招 真的 只要撞到 就算是比一个闪也好吧 对吧 对啊 就这个克里的大招留着也是留着 也没什么用啊 也不需要他去开团 过来帮助排一下视野 那这边小伙子总算是找到一个机会 帮助飞块把这个蓝给拿下了 这个蓝已经刷了两分多钟了 那这段时间始终还是 颜鹊占据了一个优势 颜鹊又上去了吗 这波好像是有想法 狐狸的一个状态是已经回家了 狐狸走了 没有TP 强行回家 这波感觉到了危险 狐狸也没有办法忍到第二波TP好了 也是好在回去了 不然这样会出事 刚刚那一波 然库尼在上路还是压了一定的一个补到的 还是一个对线的优势啊 这边随刻想去埋伏 这边开加速过去拉回来 这个伤害差一点点 但是触发了风琪 还在跟着打奥拉夫的一个减速斧子 距离不够 哇伤害差一点 毕竟是一个风琪的一个发调 狂光哥也是风琪 也比较容易把风琪打转 下落露露的大招被逼了出来 维鲁斯跟这个 扣之间两个大招都已经放了 这一波被化解掉了 接下来在大招好之前 KD这边下落双阻 应该危险不大 这波点燃没有上 到下一波技能的话可以直接上点燃 这边的话扣之间还在草里面想寻求机会 这个位置一个一技能 命中的是一个露露 不太想打 反正给加速过去还要硬点吗 这又来了 很凶啊 对 但是半对一个血线已经是被打成了残血 而且小花生的话也没有急跑和大招 那感觉就是 帮忙过来凶一下 这波应该是要回家了 鞠一下 哇这个血线还不回到 说实话现在对线最难受的就是忽逆这个点了 我单杀了 哇有机会 这边过来想单杀下马这边闪现 我后避掉一个闪 还好KV是下马状态 没有 一个人都有机会差一点单杀了 这来个蜘蛛女皇就真的杀了 诶 这个KV不敢推陷了 走了 但是在这个状态的话一直是没有回家 还好是菲克尔和奥拉夫是在野区想去蹲这个crown 好像不知道菲克尔在什么位置 所以KV回家回的比较快 这边的话两边中单是隔着一堵草相望 这边还是想对crown有想法呀 这边还想拉吗 中路 大招是有的但是没有选择拉 拉不到了 被打出风了 倒是觉得伤害不够 拉了也拉不起 而且奥拉夫也跟不上刚才那个位置 第一条龙的话是一条蜂龙 其实前期两边争夺的欲望不是特别的强烈 这种中路对拼的话 刚刚这一局真的没什么压力 嗯 发条本来前期是伤害不高的 然后你现在还放弃了一个雷霆 对 更不怕你了 这边的话发条压一下塔的一个血线 看下这边蜘蛛好像是想去 峡谷先锋的一个位置 再动峡谷先锋了 单挑峡谷先锋 对 这边没有视野可以侦察得到 这个位置很有机会能够把峡谷先锋给打下来 但是这个时间点其实打得比较早 就可能这个峡谷先锋能够起到的作用并不是特别大 也没什么问题 至少等于做防御塔了 我觉得给克列会比较好一些 对 其实早拿就是不管怎么说 你能够推掉一座医学塔就是转的 没有给库比啊 感觉库比在对线的时候可以压制着忽 忽妮这里 然后忽妮基本上几波都是要回程的 回程机撞到下 推完兵线拿下五千锋 可以对上路的防御塔进行一波推进 但给蜘蛛的好处就是 他可以随时去干渴之后 然后如果有击杀可以直接招呼出来直接拆他 是的 反正就看一下这个几分钟之内 下一波的节奏怎么带了 下一波的节奏肯定是这个峡谷先锋了 下一波肯定是抱着这个峡谷先锋去推他 这个东西刷出来以后就只有那么四分钟的时间 四分钟不用你们 这个走过优势被克让给压住 我来了 他逼了飞克 飞克 飞克很危险 闪现一波一波 但是 雷霆直接踏死了 这闪现都没有交出来 飞克这边太自信了 他大招和闪现都不交 他就是想留他技能 结果闪过来一个安掌门 这个安掌门 这边杀完飞克就直接招出了峡谷先锋 要直接拔SQD的一塔 这边的话奥拉夫的一个清线速度感觉不能够阻挡啊 二塔能不能保得住还不好说 二塔也要没了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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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塔的大招是交到了一个双人路 双人路去下路了 然后突然现在冰线没什么压力 直接来推中 这边的话再撞一下感觉要连到 二塔也没了 二塔应该是能够守下来 但是血线已经非常低了 没敢再打了 但是二塔保住是因为下路双组回家了 那你这边下路怎么办 下路这一波也没了 SQD同一时间 中路跟下路的一塔可能 一塔可能都要有危险 这波没有强推 对 突然线走了好像 哦 没有强推 还是想留下对线期 想法有可能就是因为 毕竟大招双空 还可以尝试去养一波猪 而且现在的话 发条中路是没有一个 一塔的一个存在 现在视野方面 肯定是三星在下半区 会做得更加深入 那等一下你这个 手下路一塔就很危险 因为一旦是三星这边 中也把中路兵线压过去 Faker在中路 首先的一个时间点 他们志愿下路 你这边是很难防守的 现在担心打得不着急 所以SKT这边也是卡了一下 对面回家的一个时间点点 过来抢反这个红buff 哎 这个红 差一点点 对 真的是差一点点 被这个蜘蛛给抢掉 小蜘蛛给炸死 这边狐狸的话 有不打鞋之后 不是特别怕酷比 也是酷比现在还没有出到黑切啊 他出到黑切了以后 又难打了 就带线这条路的话还是打不过 忽利还是得以支援队友为主 现在兵线推过去 口上已经开始控制住下半野区的一个视野 同时给对面双人组施压 这边的话有机会要关门了 没有闪的 沃夫没闪过得去吗 哇 沃夫被挺过去 但是搬这边交了自己的闪啊 这样的话下路这个一塔很难防守的 这波其实是留沃夫的 沃夫很机智 先跑 先跑先跑 差一点也没跑过 毕竟五苏鞋开着W加速 跑的还是挺好的 下路没有办法继续防守了 这边的位置应该是直接放掉了下一塔 那现在 SKT中一塔下一塔没有了 之后这边小龙的一个视野 基本上是被三星给占据的 对 小龙就拿了 直接是顺势拿下这条小龙 而且在这时间点的话 打架SKT是基本上 没有机会能打得过三星的阵容的 其实 这个下一塔是早就可以推掉的 就是为了留刚才那一波的大招 就想再能够赚多一点嘛 就是你只要敢出来收B线 那我这边的话 能够杀两个人就杀两个人 杀不了的话 我把人赶走之后再推 B点召唤式技能也好 克列在侧翼有点蠢蠢欲动 其实手里也是有捏一手大招的 我现在三星在场面上面占据的主动权 实在是太大了 也算是符合他们选择的这样一个阵容 就一定前中期会有一定的一个优势的 对 他们现在是等于是三条线全部都压制了 而且都是有小鸭 但看一下接下来的话 三星怎么样去扩大这个优势 因为现在的话 中下的一塔已经拔掉了 你现在除非是去动肾的这条塔 这个塔 不然的话其实你也很难去扩大优势 因为对面首线的人一个发条 一个皮城的话 首线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新线速度比较快 下一波的大招 只要等到大招好的话 其实用不了多久时间 最主要是炎雀的这个大招 已经好了四分之三了 而且炎雀这个点也非常的稳 他第一个大剑出的是女妖面纱 这边一塔 上路一塔应该是要放了 要拆了 要拆了 不会再留了 黑鞋已经做出来了 现在颗粮也没有什么存钱的必要 上的话下路推线推的很快 上路推线推的同样也很快 就炎雀这个女妖面纱一出出来的话 就感觉对面其实想去开Corn 基本上是没有机会 没什么想法 就本来SGD这边的一个开招能力 就是偏弱的 他们只有圣能够去主动开先手 包括像发条的一个大招 但是对面有一个女妖的存在的话 你很难开到Corn 感觉三星的一个目标是你的二塔 这边的话还是要去追Corn 但是Corn有一个女妖在追不到 而且这个Q还没Q到 也去追波 可能要打起来 这边炎雀在找一个位置封路 但是封的不是很好 不过把对面人给赶开要拆二塔 哇 这一波的话很灵性 直接是把对面回防二塔的一个路径给封住 哎呀 直接转上 这一波HUNI在上路的话 他的护甲装备 不太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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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外加三星现在对于SGD上面部分 野区的视野是不满的 对 而且 全部照亮的半徒 野区的资源的话 也是慢慢的在被三星给残下 可以转一下线 没有强行去上 这波撤了 没有太着急 嗯 哇 那前期十八分钟 凭借着防御塔和一个 这个 阵容的一个 对线优势吧 拿下一个五千经济的领先 但是这个五千里面的话 有四千多都是塔的一个经济 SGD现在应该是想快点去拿一个塔了 不过这边直接TP绕后了 这波克力的一个位置 SGD还没有发现 闪现过去 迎接飞卡的飞卡 这波克力要直接躺起来 交出来了 还是 只有一死 克力的车开出了 神打过过去 这一波波 SGD能不能成功撤退 这边狐狸选择败自己 WARF这个位置可能要先死 狐狸侧翼的一个闪现 还好狐狸逃掉了 但是WARF阵亡 Faker没有血 看一下这边三星怎么选择 这波没有地图资源 大龙还差了十秒钟时间 这个差的时间有点久 也没有机会直接转大龙 这一波打的还稍微早了一点 但黄龙哥找到一波 能够闪现一到飞可的机会不上 也没有道理 控制都是打拳了 但是很可惜就是没有把 伤害全部都打到飞可身上 闫去的技能并没有跟上 他刚才可能也是因为 三星取消了AD路的回程 装备并没有完全消费出去 被我们看到现在三星 其实身上有钱的人是很多的 刚才那一波克裂直接TP过来 他也是回去以后完全没有补装备 就直接TP出来了 现在的话最关键是 Faker已经是没有了双招 他现在收线都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境地 因为毕竟对面来说的话 双C都是有闪现的 还可以再找就是再开他们一波 是的 讲到你刚才如果这 他们上野还有AD 把这个装备给消费掉的话 刚才他应该直接把Faker给杀了 每个人身上都有1000多块钱存着的 就这些钱加起来的话 其实就相当于没有经济差了 放在身上的钱 其实是没有用的 你就把它消费出去了 才是真正能够转化成阵斗地的 其实说实在SKT现在也没有很低 只要不要让三星进一步的进行攻势和推进 然后守住一个大龙附近的视野的话 他们这些经济全部是来源于防御塔的这个提前透支款 预支款 最关键就是SKT他现在很想去把这个中路一塔这个钱给拿下来 但是三星一直不给他机会 因为三星现在开团的一个主动性是比SKT要强太多了 SKT不敢出去拆这个塔 这个时候其实还有很长的时间给到SKT去发育 因为半的这个装备才是SKT能否去打接一波团阵的一个关键点 对 半的装备现在还没有两件套 他的发育的话倒是跟维鲁兽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这个也就意味着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发育了 三 维克尔是隔着墙打了一套暗掌门 但是他带的一个封骑的一个伤害确实还是低了一点 没办法去打雷停伤害 发探门一这样出的话没伤害没威慑力啊感觉 担心上面他应该也是要做女暗探门伤 现在三星把这个大龙附近包括SKT上的部分也就是一个死死的 对 这边的话越决 因为小花生想飞选了但大招开跑去也可以溜 对 再逼掉了奥拉夫的一个大招 以及他的血线现在是很危险 现在看一下三星这边的话怎么说 还是不太敢去动大龙的 想继续通过对面少人的一个机会去埋伏人 先把能收的小龙给收了吧 嗯 这边的话蜘蛛是想去solo这条小龙 但是虎里是已经看到了他的位置 这边野区的一个红buff想打 但是可怕是直接是过来要抢 最后陈剑是直接拿下来不通 但是虎里的东西的话小龙是肯定没有了 一个中单在这个地方抢你的红buff 诶 这边好像想溜人 这波SKT想打吗 人员都在往这边靠 好像想要找机会这波延续不在 这波的话潮总过去流出了暗掌门 暗掌门这个位置的话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跑 没有闪现的暗掌门飞天也只能等死 啊 这边死了 这波是被SKT找到了一波机会 因为对面那个阵型不好 他们人员不齐着 这波SKT是利用对面打小龙阵型分割的一个情况 打了一波多打少 对一波 这是SKT主导蜘蛛吧 三星这时候有点大意 就主要是SKT他知道蜘蛛的一个闪现的一个CD 因为他的闪现CD是跟Faker是一样的 就比Faker可能快几秒钟 那知道你蜘蛛没闪的时候 就还敢在这里直接这样打小龙 那SK一抓的机会也是非常果断 而且这条蜘蛛还被SKT拿下了 首先蜘蛛女皇如果一直把这个蜘蛛给停戒掉的话 那我觉得也不算太亏 但一条蜘蛛被打了 等于是送掉了一条蜘蛛 而且还送了一个人头就有点亏了 而且这个人头的话是给的了 他打你你只能跑 野区在继续进行的一个野区资源的一个争夺 拖后太多 反而BAN的一个装备是稍微还要领先一点 威洛斯的这个钱 就应该威洛斯身上还有钱没出 就从两边出了装备的话 BAN的一个装备是不比威洛斯差的 是的 这个装 诶 中路僵持住 现在SKT处于一个自己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天平区吧 再往后拖一套的话 他们的阵容就可以抱起团来了 对 所以这段时间对于三星来说挺关键的 等到达到后期 你又处理不了这个女警的时候 就会有点后悔了 我觉得三星现在想在野区 一直想在野区去利用视野优势去抓单 但是SKT一直不给他们机会 这边的话抓菲克 还有菲克有一个比较 这边还到了 所以今天被逼了一个闪现 菲克这个状态很差 看一下三星敢不敢动大龙 感觉三星要果断一点 因为他们有蜘蛛 但杰拉其实是可以去尝试着打大龙的 但一直还是在蹲 这好杀人啊 带个女妖命杀在身上都差一点出事了 他这个装备出出来也就是为了自保的 一个QW怎么都可以打出风暴骑士的方式 这边的话 一个一技能劈了奥拉夫的闪 一个大招 关键他们在河道后方没有三星的一个视野位置 所以不知道这个草头里和后方到底有多少人 对 万一是一万个人就炸了 平达怎么没大招 其实是三星的一波机会 看下来能不能继续埋伏了 这个网子通了 将闪现过去 打了两个人 露露这个位置要直接被秒 而且奥拉夫也死了 这样阵王野谱之后的话 感觉三星这一波应该是一定会开大龙的 我刚才看到洪文哥的这个表情非常赢 这一波必势必拿大龙 找到一波机会 现在飞客也没有装备 感觉FKT这个大龙放了 放了 其他的人都在带线 毕竟蜘蛛加上杰拉的话 打大龙速度真的是很快的 毕竟各种的一个小蜘蛛和小花帮忙扛一下 看来三星这边选择的一个前期非常高猛的阵容 是在前期打出了他们想要的一个成效了 那在这个时间点拿到大龙之后 可以看到经济差再一次拉大了 虽然人头比不是很多 但是三路防律台 这OB也是给了个视角 SKT没有拿到一座 也就是现在他们的经济 是实实在在地拉开差距的 对 而且他们现在也没有机会去拿掉任何的 可以弄的一个防御他 因为现在411这边的话你是先带不过去 是一个克裂的一个推进的一条线 然后4这边你是完全没办法动 对面把你一个视野控制可以各种埋伏你的 然后狐狸上去直接直接 炎兔回来去 一个追着打 对 朝上这边连住 下一个Q直接逼闪现 太夸张了吧 他这一波是怕CROW的一个下一个沿途好吗 但是CD是没这么快的 而且他应该是怕对面三星的人包扎过来了 那狐狸没有了闪现的话 感觉SKD连塔下反打的资本 都已经是威虎其威了 无奈回家 放了个钢铁合计在包里 也不能合成什么装备吧 现在 还好这边办的一个装备也是在逐步成型 现在小的一个三天套出来了 现在马上要做一个大的 大的圈奖 大的圈奖 开始别上路了 但是大龙wav的这个作用就是要明显体现出来了 SKD三条路都是被压在塔前 是的 而且SKD在中路和上路的转线当中 只敢走自己高地附近的那一条路 对 因为自己的野区视野丢失的太多了 对 野区完全失去控制 对 失控制 这边找到机会要动 这边维鲁斯赶过来 杀害很够 狐狸是没有散的 直接在塔下强行击杀 那这样狐狸身亡下路 这个二塔肯定是没有 而且还要上高地 还要对高地塔施压 这边SKD很难防守 直接强啊 帮助自己的队友找到一个机会去打 这个下子的高地 直接半滚血没了 他QV现在没有办法上马 所以不太敢上去砍 露露给菲克尔一个W的加速 大招没有拉回来 大招 大一点距离啊 这是一个极限距离的大招 已经把夹子摆在了中间 但是上路怎么办 上路安掌门利用大龙buff 又开始推 上路二塔了 各种的一个分带 现在千秋的SKD 有点猝不及防 这个已经是三条线 你必须得有一条线是被推的 连杰拉都开始在中路给一直站着了 很嚣张 但你要拿他没什么办法 你这边去处理下路 上路直接拆你的一个高地塔 怎么办 这边狐狸过来肥黄 但是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两个人的 别等队友 这边狐狸突破了 狐狸只能用长风往后退 于是下路的水晶要遭过 那这样的话下路的水晶怎么办 就能让克裂上马也是追不死 你这边去手下 上路打起来这边匹城直接是被打成了一个半血 伤害嘴的SKD完全受不了闪现过去 暗掌门收到了这边孤立的人头 这一波要杀黄关门 一定要硬到防强阁 一丝血大招收到了黄关的人头 暗掌门没拦 但是与此同时入到进场 暗掌门还是个满状态难量不多 但是这个水晶是可以直接拿下的 对 这样的话感觉是有机会再拆一路的 看一下这边是想直接一拨 只有一个发条和一个皮城 直接TP过来是想一波的 手一下这个小兵之后 第一座门牙塔应身而倒 看一下复活时间 闪现过去要强于Faker Faker这边有闪现还在拖 但是对面已经是直指里的一个第二座门牙塔 而且第二座门牙塔也是直接倒下 现在只剩下一个裸基地 怎么办 恭喜三星获得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从来说出来人头出爆发的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三星平坚是自己超强的一个推线 拿资源的能力 包括是对线上英雄的一个优势 拿下最终比赛的胜利 确实他们拿的这一套前期的一个 打节奏的一个阵容 也是在前期打出了非常大的优势 对 是啊 选到这样的阵容 三星这边的运营是指挥 包括指挥是知道说 我们要怎么去打的 其实前期虽然没有爆发人头的时候 可以看到三路的兵线 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压制的主动推线权的情况 而且安长们果然是被爱情滋润过的一个男人 前期对Faker的一个针对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 对 看一下在赛后 孔马在跟SKT队员在说的时候 我感觉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冷静的 对 这场比赛我觉得输得没什么特别好说的 因为三路都是对线在开始的时候就有历史 而且三星也没有给SKT任何的机会 在中期把盘翻过来 就三星基本上是没有放任何的失误 他就一直把视野控得死死的 然后通过一直的去抓你来做shade的人 一波打掉你招呼你吃技能 一波打掉你大招一波 就直接是一个闪现过去的一个捆绑 击杀你的一个野斧 对的 那Faker的选择在发条魔灵这个点上 其实在这一盘的话是指的商圈 我个人感觉 首先你选择发条魔灵出来的话 面对对方多控阵容是很难活下来的 这个我们在上一个BO3里面 已经可以感受到了 在第三盘里面发条魔灵面对多控阵容的时候 其实非常难受 然后再有你在这个时候的话 强行的不带进化之后选择一个鬼步 然后再补强了一个风暴几瘦狂勇 这个时候你的伤害太短了 前期你本来就是一个三条线都是烈士的阵容 然后这个时候在三条线上 你还要放弃中路的一些伤害 这个可能会让他们在这个前中期的烈士 更加要扩大 其实我觉得他这一盘如果是一个带雷霆 然后带一个闪现进化的话 可能会更加好打 这波是直接没来得及交闪 因为他必须得闪现过墙才有机会跑 然后导致这一波的一个中路一塔的一个告破 这下太伤了 发条一死 中路一塔一破 然后二塔已经基本上被打残了 对 在后续其实这一波的话 Faker第一时间没有闪现去堵掉蜘蛛的预警 是的 不过他确实证明也没有死了 只不过这波团战SKD整个阵径是接不了的 这波SKD算是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节奏点和机会 这是SKD这场比赛做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 但这一波三星完全是把SKD给打得已经是没有机会 这一波是奥拉夫没打然后又没有视野必须得过去看 没办法 然后后续利用着一个212的一个分推把大龙buff完美的利用 这时候其实黄光灯的伤害已经有点无解了 特别是在打小花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疼的 这波暗场门没有帮忙挡了一枪 不过挡了感觉也要被奥拉夫切 怎么都是死了 后面的话Covid已经玩得比较花了 闪EQ Q没Q到 就只能把自己的这个四刀加上一个这个大龙buff 独行九龙的时候可以砍出来 但这个伤害肯定还是砍不死人 克雷伤害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 这场比赛SKT总结下来还是拿了 就是从MSI上遗留下来的上个版本的一套 宝牌的底线宝的是什么宝的就是女警 就是一套四宝一的体系 在三星的这个武控阵容 就是武节奏阵容上面还是吃了一个大亏 这武节奏阵容人家的节奏也拿了这么多 而且在现实上还可以取得优势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是很恐怖的了 关键是SKT选的这个阵容肯定是想脱的 但是三星非常明白的就是我们选的小区阵容 一定不会给你们拖到你们想要的这个时间点 而且最关键的是在于什么 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观看小地图的话 可以发现对面三星拿到中路的一塔之后 然后去进行推进拿房一塔之后 发现上半部分SKT的野区视野 基本上没有争夺回来过 三星是一直运用这样的野区视野 对 然后这时候才发现很多波小花生的阿拉夫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视野的情况下他必定是要出去探一下这个位置的 但是每一次探都会发现有人被留下了 对就要么打架里一两个闪现 然后要么就打架里一两个大招 对 对但我觉得奇怪的一点是在于 就是这一个阵容其实拿的跟SKT往常的阵容有一点区别 就比如说他们拿发条魔灵这种英雄或者拿蛇女这种英雄的时候 他们都是搭配老鼠来做一个四宝鱼的体系 在前期有点节奏但如果是女警的话其实并不是很依赖发条的这个盾 他有鹿鹿的盾鹿鹿的大招以及剩的大招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那么其实搭配一个狐狸我觉得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呢 就至少在前期的一个节奏方面不会落太多 就是完全没有反打之力 而且剩的大招加狐狸的大招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强的一个combo组合 只是在打野位上的封锁可能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影响吧 因为这个时候你蜘蛛被拿然后搬掉了盲森 感觉好像不知不觉中让你必须要拿奥拉夫这个英雄 南枪也是被削了 现在拿南枪前期拿南枪的人太少了 皮娜的玩盲森就可以知道 他是一个特别喜欢前期带节奏的一个选手 南枪现在就是说 其实说现在七点十版本打野的一些被削弱 对一些打野选手其实还挺不友好的 像针对小花仙的话 他们是三星是做到把盲森先搬掉 然后再去抢一手蜘蛛一抢代班 那这样的话很无奈的小花仙就选到了阿拉夫这样的英雄了 而且其实可以看到 菲特在选择发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前期如果遭到对面针对的情况是很难去稳住 而且自身他也是带了一手急跑 对自己也是比较自信的 是的 而且这样的情况下就发现三星很难 就SKT很难在像三星这么惊艳劳道的队伍也不会给太多机会去拖到他们想要的后期时间点了 那不知道下一场BP的话蓝色方应该是来到了SKT SKT在蓝色方有一个先抢的这个一抢位置 会不会去选一些自己比较想要的强势一手的话 应该是还是会去抢一个打野 就是他可能会像三星做的同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抢一个在前期能够去带动节奏 因为上一场确实SKT整个的一个节奏太被动了 他没有一个点能够去主动带节奏 就完全就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发育 就是他只能发育 他也做不了什么 对吧 他没有一个能够去发起进攻的一个点 所以总结下来就是体系一定会换 在蓝色方是必换的 就算在紫色方我们都觉得必换 在蓝色方的话可能是去抢打打野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但是我觉得SKT现在在第一盘最大的劣势 就是他从MSI回来之后倒时差 倒完时差以后休息一天 一天休息完以后马上开始就是夏季赛 那基本上有一些英雄是真的需要时间去练习的 有些英雄扎克这种体系垂时这种体系 他是需要时间去练习的 你没有时间去重新去温故而知新的话 就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拿来比赛中直接用 这个就是SKT现在最大的劣势 他第一盘想要用原来的阵容体系赢下来失败了 而且跌得特别惨 这盘是跌到谷底了 就是你真的一点翻盘的机会都看不到 找不到任何希望 他首先不会再想用这套体系再移一遍 不可能 然后那现在换什么样的点位换什么样的英雄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对 而且可以看到其实在上当户逆选择的情况下 面对对面的一个克裂 从头至尾都是被进行一个压制的情况 所以也是如致幻所说 SKT现在面对的问题还是比较客观的 就是MSI回来首先要倒时差 其次MSI之前打的那个版本 跟现在真的是天差地别 那现在是集中之后的一个版本7.10 对于他们来说 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进行一个新版本的磨合和一些操练 那在比赛上的话 第一场就看到了 延续一个很老套路的版本 是的 我们平时在打 就是LPL的队伍在对抗韩国队伍的时候 特别是对抗SKT的时候觉得难打